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布在全世界 而华人无论在哪里 都以勤劳勇敢 善于经商而著称 所以到达国外后 很快就用经商 获得了大量财富 逐步成为当地富豪 而且成为富豪后 一般也开始不断地进入政治 并形成很多政治世家 如在泰国等 政治家族基本上都来自华裔 而华裔当上总统后 很多都不忘祖国 不光认祖归宗 很多直接对华友好 最典型足下面这位华裔总统 上台后第一时间对华友好 还坦白说 祖父是中国人 永远不跟中国为敌 这位总统就是杜特尔特总统 我们知道 菲律宾古代 那可一直是我国藩属国 甚至在清朝时期 当时的菲律宾还在希望加入中国 但是最终被当时的乾隆拒绝 而当时有很多中国居民 牵移到这里 在这里发展 经商 可以说 跟中国的交融和关系 那是非常融洽的 而近代开始 菲律宾就跟中国开始渐行渐远了 尤其是成为西班牙 美国殖民地后 开始采取对中国敌对的政策 二战后 因为冷战的影响 菲律宾跟随美国 所以 基本上 每一任总统 都对中国采取敌对政策 而且还不断地在南海 占据了很多的岛屿 开采石油的 为此两国关系 那是一直紧张 展开全文而到总统阿基诺三世时期 更是达到顶峰 阿基诺三世执行严格和激进的反华政策 不断充当西方的马前卒 在很多问题上针对我国 甚至因为南海的岛屿问题 搞了好几次的岛屿对峙和危机 阿基诺三世还企图将问题扩大化 直接扩大到联合国范围 还到海洋仲裁 去申请仲裁 而且 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 这一时期 菲律宾跟中国那时不断地惹事 是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 整个菲律宾将跟我国渐行渐远 但是 这个状况因为一个华裔总统而彻底改变 这位华裔总统就是杜特尔特 在阿基诺三世因为激烈的反华政策 而被受唾弃之后 很快就被赶下台了 而上台的是杜特尔特 这位总统上台后 整个政策跟阿基诺三世完全不一样 其改变了对中国的敌对政策 转而直接友好 其不但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 还跟我国在南海岛屿问题上保持和平 还签署了和平协议 使得两国关系迅速地回归平稳 同时 在经济上仅仅依靠中国 扩大跟中国的经贸往来 对中国免签 而且 不断吸引中国投资 整个菲律宾跟中国关系 那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从彻底的对抗成为彻底的和平 为此 很多人不太理解 杜特尔特为何这么做 这一方面 不是因为杜特尔特看到中国跟菲律宾的国力差距 而且菲律宾跟中国这个邻居对抗 无异于以卵击石 最终害的是自己 所以不能和中国为敌 而另一方面 杜特尔特也一再坦白 承认自己是华人 杜特尔特说 自己的祖父 是清朝墨西来到菲律宾的福建人 所以自己是华裔 而正是因为此 杜特尔特说 永远不会跟中国为敌 这是作为一个华裔基本的 对于祖国的热爱和认同 很多人可能会说 阿基诺三世其实也是华裔 为何却依旧执行反对中国政策呢 这个就是人有关了 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很多华裔 那是七世灭祖 忘记祖宗的 而杜特尔特就是少数还能记住自己是华裔 记住自己是中国人的少数总统 所以 杜特尔特的政策 给予了菲律宾和平和发展繁荣 使得菲律宾迎来了新的时刻 所以 跟阿基诺三世相比 杜特尔特更受爱戴 而阿基诺三世现在还被抓了起来 这就是报应 欢迎关注农夫史记 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 不出门看 天下事 参考文献 菲律宾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杜特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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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